71 上海證券報A股心調告一段落外資投降齊挺後市 2015年7月19日基金海外十黃鵬本部記者黃鵬經過三週連續大幅回落之後 A股終於在上週呈現其穩反彈現象,市場人氣逐漸回升的同時,許多外資機構也紛紛唱多 A股,對中國股市的未來譜以向好預期 A股,高城等外資大行認為A股經過深幅調整後已去泡沫 更有外資基金透露將進入港股抄底中小盤股 外資投降齊唱多在A股經歷持續三週多的深度調整後 此前唱空的外資投降近日開始唱多A股 高城中國策略團隊7月13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 A股過去三週經歷的大幅下跌僅僅是一場速度 和激情般的回調,並且已大致走到了盡頭 高城指出,中國股市這波跌勢指示修正 而非崩潰A股的去桿桿化過程已進行了大約三分之二 這雖代表之後股市仍會震盪,但大盤股的投資價值也開始浮現 該報告稱,牛市中出現大幅回調是很常見的 過去四十年中,全球牛市有44%的概率出現 幅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調整,推動因素為市盈率下滑 而關鍵歷史市盈率支撐位為十五倍 高城認為,中國股市目前正在經歷調整,但並非賣向系統性紅市階段 短期內中泰股的走勢各不相同 高城指出,互深300指數目前的本益比為14.4倍 較六月高峰的18.5倍修正了26% 相對於十年平均值的標準差為負0.2 不過,整體A股的本益比平均值 中間值需從原本的75倍,50倍修正至58倍 31倍,但以歷史觀點來看仍偏昂貴 從本益比的差異、政府戶盤動作 以及中小型股槓槓度價高的情況來看 A股之中大型股的投資價值比小型股高一些 儘管如此,收復投資者的信心可能需要時間 因此短期內下譜比率將受壓 以市場的結構性擔憂因素可能會令 M.S.C.I.指數推遲將A股納入 最後,高成建議投資者買入四類股票 融資盤較小的槓桿不確定性較低的優質股票 現金衝如股值得高且正在回購的股票 買入評級且基本面強勁有超賣的 H股及中概股 以及部分港股中小盤股 匯豐銀行也發布報告稱 A股經過大幅調整之後 目前價值已顯然 其中A股市場評級從減詞上調至中性 匯豐的理由有四方面 一是融資規模較6月中的風值已經大跌 去槓桿能夠造成的最為影響已經過去 二是過去幾週內 A股上市公司內部人士的正買空壓力已經大幅下降 三市監管機構有多種工具來穩定市場和重建信心 最後更重要的是 今年下半年A股基本面有望明顯改善 低利息成本有助於上市公司實現更高利潤 李昂正勸中國香港策略部主管 Francis Chun 13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 中國股市最壞的情況暫時過去了 融資如瓦降至本波起漲前的水位 近半上市公司停牌 大股東賣股租金等因素 為此次的修正走勢或下居號 預期A股有望短暫反彈 根據李昂對528位投資經驗中 值為4至5年的A股散戶調查 其中超過五成認為未來三個月股市將上漲 百分之23稱一個月內打算賣股 多數投資者稱不會改變融資槓桿水平 投資者偏好之名藍籌股 尤其是相對便宜的銀行股 預料 H股上漲空間有限 清內藍籌股 索銀則在7月9日發布了 A股策略報告 稱近幾週 A股持續下跌 股民從失望到絕望 此輪暴跌程度和波及範圍議員超投資者先前預期 政府出台各項措施可能暫時穩定大跌行程 但市場要等待去槓桿趨勢真正易專訊號 索銀推薦基本面穩健且符合經濟轉型的措殺品種 最看好四類版塊 分別是金融、交運旅遊、家電和食品飲料 境外資金入場抄底在A股市場此輪的大起大落中 境外資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隨著A股的持續暴跌 外資提前進場報告 潛伏抄底 根據資金流向監測機構 最新發布的資金流向監測報告顯示 在截至7月8日的一週內 其監測的全球範圍的中國股票基金 資金淨流入資金130億美元 佔當周全球股基資金淨流入額的一半 基金追蹤機構發布的資金流入流出 情況反映了外資對短期內市場波動的預判 梭里外資的進出不難看出國際機構對 A股市場的態度變化 資金流向數據顯示 7月2日7月8日 全球資金本周繼續流入 A股市場 金額創下歷史新高 當周獲得126.47億美元淨流入 前一周為淨流入43.18億美元 兩周共計獲得179億美元 約1,109.8億人民幣的淨流入 事實上 從6月19日起 購買中國股票基金的資金就呈現回升趨勢 如今已連續三周淨流入 與此同時 資金大幅流入中國股票 金額同樣創下新高 7月1日當周 約49億美元資金流入了中國股票 ETF顯示正當國內投資人提心吊膽之時 海外投資者正在逢低級納 截至7月8日當周 流入中國股票基金的資金規模達到130億美元 創歷史最高記錄 主要流向A股ETF基金 佔當周全球股票基金正流入額的一半 此外 作為舊事舉措之一 證監會此前表示 證會與相關部門積極完善QFII R QFII QDII制度 完善內地香港基金匯應制度 同時還將繼續加快推動 各類長期資金入市 努力推動各類長期資金與資本市場 實現良性互動發展 外匯局數據顯示 5月份外匯局發放 新增額度27.5億美元 6月份較5月份增加了5.81億美元 外匯局6月份發放 投資額度明顯提速 截至6月29日QFII總額度增至755.42億美元 同時 QFII在 A股的開戶速度在6月份也在顯著加快 中國結算公佈的數據顯示 QFII以連續41個月新開納A股帳戶 近5月份QFII就新開了12個 A股帳戶 其中戶市4個 深市8個 至此QFII開納A股帳戶總數達到了876個